火魂穿到龙珠世界 附身在孙悟空的身体里 向那美克星的神龙许愿 拥有了瞬间移动的能力 在贝极塔莱纳美克星前 就达到了30亿战斗力 贝极塔 你怎么也来了 卡卡罗特 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超级赛亚人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么说你真的已经成为超级赛亚人了 不错 我已经可以变身为超级赛亚人了 变身为超级赛亚人是什么意思 宇宙中有许多种族 是可以通过变身 提升战斗力的咱们赛亚人也是其中一种 所谓的超级赛亚人 就是赛亚人的一种变身 变身为超级赛亚人后 战斗力将会是原来的50倍 这么说赛亚人是可以通过修炼 进而变身为超级赛亚人了 不错 理论上来说 任何赛亚人都可以通过修炼 变身为超级赛亚人 那我们也可以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了 当然可以 卡卡罗特 快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变身为超级赛亚人 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你迟早会知道的 变身为超级赛亚人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自身的战斗力必须达到300万 第二个条件就是无尽的愤怒 原来如此 贝吉塔加入我们吗 只有这样 你才能尽快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 你也不想拉底兹和纳巴比你先一步 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吗 我可是赛亚人的王子 会比不上他们 你若是独自修炼 肯定会落后他们 就拿你现在的战斗力来说 我们这里比克 悟范 拉底兹 要论真实实力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大长老和内卤外 都比你强 什么 我不信 难道连这个头上 只有一根毛的小屁孩 也比我厉害吗 饺子的战斗力确实没你高 但是它会借王拳 可以使出两倍借王拳 将自身的战斗力提升两倍 达到六万四千点 而你不过只有六万点战斗力 所以饺子的真实实力在你之上 好吧 为了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 我愿意加入你们 不过我可不会当你的下属 放心吧 我不会把你当做下属的 那你现在对付弗丽萨 不是轻而易举 不错 那你还在等什么 早点干掉弗丽萨 好回去修炼啊 我在等基纽特战队 等他们来了 一并消灭 原来如此 于是 众人就在大长老的住处 一边休息 一边等候基纽特战队的到来 期间 内鲁思考再三 最终还是选择了和比克同化 战斗力达到了三百四十万 一天后 我感知到 有五股强大的气息 降临了那美克星 于是我带着众人一个瞬间移动 便到了弗丽萨面前 恰巧就看到基纽特战队五人 正在弗丽萨面前 摆着奇葩的动作 看得众人哈哈大笑 弗丽萨也想笑 但是碍于基纽特战队的面子 忍住了 贝基塔你是带领这些人 来投靠本大王的吗 本大王只收精英 可不会接受渣渣 看我干嘛 你是把我当渣渣吗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说你们都是渣渣 弗丽萨就让你再猖狂一会吧 等会就有你受的 你就是弗丽萨 我还以为你长着三头六臂呢 就你这样的渣渣 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宇宙帝王 你是谁 敢敢在本大王面前狂吠 他就是你一直惧怕的超级赛亚人 卡卡罗特 弗丽萨 你准备好受死了吗 哈哈哈哈 弗丽萨 你是不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弗丽萨 靠钉 org丽萨